我要來看的是第九章的檔案輸入輸出 第一個範例 看一下 只有三行 這跟各位過去寫的程式 不太一樣 是因為大部分都不是自己寫的 現在開始你會發現 自己需要寫程式的情況 只有一種就是當別人沒有寫的時候 你才需要寫 當然不是指同學沒有寫 是指你網路上找不到有人有寫的時候 你就需要寫 好 那 第一行 第一行它是引用FS這一個函事庫 FS是File System 檔案系統 第二行它是呼叫FS這個物件 在Node裡面的所有還事庫都是物件 所以FS裡面有一個叫Read File Sync 讀取檔案而且用同步的方式讀取檔案 那讀的時候它讀什麼呢 它應該傳給它一個檔案的路徑或名稱 那在這裡為了要讓你可以隨意顯示任何檔案 所以我們用Process.argv2 那這個Process.argv2就代表第二個參數 所以你必須要在第二個參數裡面打入某個檔案的路徑和檔名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這一個程式碼自己讀出來 自己讀自己 這沒什麼奇怪 然後呢 用UTF8這是一種編碼格式 UTF是unicode 那UTF8是最短8位元的那種編碼方式 那最後呢 就用console.log把這個讀出來的這個字串印出來就好 好 我們就來試一下這一個檔案 好 那隨便開一個編輯器 把這個程式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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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哪裡呢 存在哪裡呢 你隨便 像我都存在這裡桌面 這個叫做readFile好了 one.js 好 那我們就開一個命令列 好 我先來node 這樣子的話呢 你會發現出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把參數必須要傳入檔名 你沒有傳入檔名就不行 所以呢 我傳入一個檔名 問題是我這裡有什麼檔案呢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一些檔案 我如果把prime.js當成檔名 傳進去 它會印出prime.js的內容 ok 那當然我如果改別的 如果改別的我們看一下 看這裡還有什麼 hello.js 那當然它就會印出 hello.js的內容 好 那就只有一行 那一個比 你可能你 你剛剛存檔的地方 一個檔案都沒有 但是不可能一個檔案都沒有 至少有你的程式檔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你一個 除了你的程式檔以外 沒有其他任何檔案 那你怎麼辦 就把自己當成路徑 就是把自己顯示出來 這是一個辦法 那它就會顯示 你程式碼裡面的那三行 就這樣 所以 這樣一個很小的程式 它基本上做到的功能就是 然後檔案印出到你的螢幕上 好 那 當然這樣的方式還不是 還沒有 沒有很多的功能 不過 一開始 你必須要學會這個 但是我們先看完第二部分 我們再讓各位去執行 好 第二部分 剛剛我們的Read File 我們是有加Sync 有加Sync的這種東西叫做 同步型呼叫 那只要跟輸出路有關的 在Node裡面 預設都是沒有加Sync 沒有加Sync的話 就是非同步型呼叫 那有加Sync就是同步型呼叫 同步型呼叫 你看起來會比較自然 比較單純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 是用來寫伺服器的話 這種同步型呼叫 就會很不好 因為同步型的意思就是說 我必須要等你把整個檔案讀進來之後 才可以繼續執行下一行 那這樣子的話它會卡住你的整個程式 那你知道我們如果寫伺服器寫Server的話 可能隨時都有幾百個人連線進來 那你要怎麼處理這幾百個人 如果你的程式每讀一個檔案 就必須要卡住等到它讀完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Server效率就會很差 那所以這種同步型呼叫 在設計Server上面是很不好的做吧 那怎麼辦呢 就改用非同步型呼叫 非同步型呼叫就是 read file後面沒有加sync的那種版本 程式碼很像 很像 參數也很像 但是呢 在這裡 注意到它的第三個參數是回呼函數 我們之前有講過回呼函數 忘記了回去那個函數那 函數那一章裡面有講到回呼函數 那在這裡呢 在這裡呢 它在呼叫的時候呢 會把一個回呼的函數傳進去 當它讀完檔案的時候 它會自動再呼叫這個函數一遍 那這樣子讀完檔案 它就會呼叫這個函數 然後印出讀到的資料 所以我們這個程式 叫read file callback 我們把它沿 放上來 好 我們叫做read file callback as 然後放到哪裡了 一樣 傳一下 好 這時候呢 我參數下什麼給它 隨便 只要那個檔案存在就好 那我就下read file1.js給它 然後它就印出來 可是你要注意一點 你去觀察執行結果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有一點奇怪的現象 有一點奇怪的現象 什麼奇怪的現象呢 你看我們現在這一個 它 我打完指令 呼叫這個程式的指令之後呢 它是先印read file end 它先印了read file end 這個東西 好 印完之後 它才印檔案內容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 這一個叫非同步呼叫 非同步呼叫 這個盤數一旦 執行了之後呢 它會馬上 就再執行下一行 那什麼時候 才會來執行這個回呼函數呢 就是等到那個 檔案整個讀完 檔案整個讀完 當然要一陣子之後 所以 它反而會在這個 read file end 之後才會印出檔案的內容 ok 所以這裡系統會去安排 Node會去安排 什麼時候應該回呼 當作業系統通知檔案 檔案已經讀完之後 它才會回呼這個函數 所以 它反而是在read file end 之後才會去顯示檔案的內容 所以這一點 是各位待會去執行的時候 比較需要特別注意 好 那 再來 看寫錄 看寫錄 我們看一下 如果今天要寫一個檔案 那我要用的函數是 write file sync write file sync write file sync 就是寫錄檔案 而且用同步的方式 那這種同步的方式比較容易理解 那待會我們會再看非同步的方式 好 同步的方式呢 就是我讀檔 讀完之後我把它印出來 印完之後我再把它寫檔 可是請注意這裡 有兩個 你要下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我讀的檔案內容 讀的檔案名稱 第二個參數是我寫的檔案名稱 那兩個不一樣 我譬如說把A讀進來 然後寫到B裡面 ok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做 來 我一樣把這一個叫copy file 叫複製檔案的意思 那我們把它呢 把它呢 存一下 要copy file 點Zs 然後呢 看一下檔案有沒有在 copy file 有在這裡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 執行一下 好 那我要把誰 call到哪裡呢 我們隨便選一個 譬如說 我就把 hello 剛剛有一個很短的hello 對不對 hello.js 那我把它抠成什麼 那我把它抠成什麼 抠成hello to.js ok 那你會看到它印出了一些東西 那這裡呢 欸 他印出來的這個東西 是一個物件 但是我們這樣印的話呢 各位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所以 把這個物件 轉成字串好 那 轉成字串好 很多種辦法 對不對 一種是 你在這邊加person s 然後他就會呼叫to stream 對 另外一種是 你自己乾脆就直接呼叫to stream 好 這樣也是一個辦法 那 我是兩個都用 事實上 不需要兩個都用 好 這樣就看懂了吧 好 所以 如果你沒有把它轉to stream的話 它會 運出 那個物件 的緩衝區內容 好 那這其實就是 c的編碼 這6f是 o的編碼 6e就是n的編碼 ok 它把編碼整個印出來給你看 所以當然就 不容易看 好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 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說 它有沒有hello2出來呢 看一下有沒有 有hello2出來 所以 沒有問題 如果把 你把hello2也 打開 那 應該會發現它就是hello的內容 我們 試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readfile readfile嗎 那 callback嗎 我把hello2印出來一下 有沒有 那就是那個內容 所以沒有問題 好 ok 那 這樣子就 完成了我們的 第三個範例 接下來看第四個範例 第四個範例呢 第四個範例呢 是 我們採用 非回忽 非阻斷式的 那就是回忽型 那回忽型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麻煩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 讀取的時候 用回忽型 也就是非阻斷式的 那你就要給它一個回忽函數 那可是你的 回忽完之後才會讀 回忽被呼叫的時候 他才是讀完了 讀完之後 你要在裡面 再 去把這個東西再寫入 才會完成複製的動作 那你在寫入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寫在這個回忽完數裡面 所以你的層次就不會是一個 直線式走下來的層次 你的層次會變成 三角形的 如果 現在只有兩層 你看不出那個三角形的 如果有十層 你就會看出是三角形 ok 十層會是怎樣 會像這樣 這個沒有十層 這個只有四層而已 好 有沒有看到這個層次 已經開始變成三角形了 好 那這種 一直回忽一直回忽的 這種三角形的層次 不太好看 到底它的 執行順序是什麼 你得 得用一個非常不直覺的方式 不是線性的方式 你得 這一層 然後再看它的回忽 回忽這一層又看回忽 回忽這一層又看回忽 感覺很怪 不過 如果你沒有別的工具 別的好的寫法 目前就只能這樣寫 但是會有好的寫法 不過那個比較難 我們今天先不講 所以 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先把這一個 剛剛這個單層 應該說兩層回忽的 這一個範例 執行一下 Copy file Codefake 我們剛剛有做Copy file 只是沒有Codeback 應該改用Codeback 版本 讀取完成 寫錄完成 然後呢 它沒有印 沒有印好像不太合 好 所以我們在中間還是印一下 好了 欸 對喔 我這邊直接寫死欸 直接寫死 好吧 直接寫死也OK 所以其實我不用打參數 因為我直接寫死 我直接把Copy file Copy到Copy file Codeback.js2 那 這裡你可以把你的 讀的結果 也就是這個Data給印出來 試試看 好 這樣子就把Data印出來 至少知道說你有真的讀吧 那這個後面的參數就不用了 因為我們寫死就是 把自己 自己複製成第二份 所以它有印出來 沒有錯 是這個內容 OK 好 那可是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其實還不是很多層 可是你可以再做 再做 再做 怎麼做呢 再讀一次 在裡面再讀一次 把 Copy Copy file.js2 這個複製檔 再讀一次 然後呢 再印一次 那 這樣子 就有三層 那這裡又有一個Data 那 各位請不要誤會 這兩個Data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叫Data2 所以這個叫Data2 好 那就再執行一下 錯了 為什麼呢 看一下 沒有括號 對 這裡 括號 你會發現這個程式 就是 長得越來越怪 你知道 好 OK 那現在呢 讀了一次 讀完 然後去寫 寫完之後再讀一次 所以就變這樣 好 那你就會發現 程式越來越三角形了 對不對 那這就是這種寫法 非同步寫法 非同步寫法 的缺點 那 後面會有很多 方式去改進這個 但是不用急喔 因為 其實你會非同步寫法 你暫時程式也不會很大 所以就先這樣寫就好 UTF8是UNICORE 這種編碼 八位元版本 UNICORE是 萬國碼 對 萬國碼 有人叫統一碼 有人叫國際碼 反正 這是一種編碼方式 那這種編碼方式 但是它可以 它把全世界所有語言 幾乎都編進來 那當然 有些真的很少數的 什麼非洲部落的 可能沒有啦 但是 但是 大部分的都有啦 日語 英語 法語 那可能都有 那包含中文 那中文 它還分繁體和簡體 所以中文其實 占了很大一區 那這種UNICORE 我們現在幾乎 你用這種編輯器編的話 預設都是純程UNICORE 可是如果你用Windows的那個記事本啊 那是不一定 因為它可能會存成 ASKEY CORE 那如果存成ASKEY CORE的話 那編碼就不太對了 所以你如果用那個 Windows的話 你可以用Nopay++把它 存成 存成UNICORE 強制存成UNICORE 這樣子讀才會一致 那編碼不對你 你會發生什麼事 編碼不對你讀出來 就會變亂了 你會看到一大堆奇怪的符號 通通都看不懂 這是什麼笑臉哭臉 那種東西的 那就是編碼不對 好 OK 所以這個叫UNICORE 那這個 目前沒有需要太仔細的去講解它了 因為UNICORE有很多種編碼方式 一種叫做UTF-8 那另外一種叫UTF-16 OK 那UTF-8的話是 以8位元為單位 也就是英文會被編成8位元 中文會編成16位元以上 OK 那UTF-16呢 就是以16位元的單位 為單位 不管你是英文和中文 都一定是編成16位元以上 那當然不見得哪一個比較省 因為要看你是哪一個東西多 如果你中文多的話 你UTF-8可能是 比較浪費一點點 但是你英文多的話UTF-8就很省 OK 大概是這樣 OK 那這是關於剛剛 UNICORE的UTF-8這個問題 那他說 我讀的這個檔案 它的格式是用UNICORE-UTF-8的方式編碼 這樣他才知道 不然他怎麼自動判斷說 那個檔案到底是用什麼方式編碼 他不會自動去判斷的這件事 喔對 因為這是字串符號 對 這個不是 字串的話 不是把UTF-8 寫給一個字串嗎 喔 他 呃 你是不是有學過C語言 喔 是不是 好 那我知道你或許有這個問題 啊 在Java Street裡面 我們不管是形態或什麼 我們通通都會字串表示 跟C語言不一樣 C語言 只要是形態的東西 他會用形態 或者是長 一種長數或一個整數來表示 不是啊 Java Street裡面 不管什麼形態我都用字串表示啊 所以 他現在 這個意思是說 第二個參數 的意思是說 我這個檔案 現在要讀取的這個檔案 是UTF-8可視 他只是為了告訴這個函數說 他是UTF-8可視 讓他做正確的解碼 就只是 那雙點 那一個點有差嗎 欸 沒差 如果你用單引號的話是OK的 因為Java Street的單引號是自算 雙引號也是自算 但是你不能單引號開頭 雙引號結尾 那就不行了 你一定要單引號開頭 單引號結尾 雙引號開頭 雙引號結尾 就可以 OK OK 所以反而是 就是 一般的同學可能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 學過C語言的同學會覺得 欸 為什麼是這樣 那 確實是這樣 Java Street什麼東西都用自算 就對了 這沒什麼特別奇怪的 因為Java Street裡面 沒有什麼 它連整數都沒有 Java Street裡面的 數值 它是用浮點數 但是它同時可以代表整數 但是它基本上其實是個浮點數 所以 它不太會去用整數來代表一種形態 它不會這樣做 它會直接用自算代表一種形態 好 老師 讀取跟寫入是什麼 都是不差 讀取跟寫入 來 讀取就是 檔案已經存在 好 我把它讀出來 寫入是 我把一個字串 寫進到一個檔案裡面 OK 所以差別就是 反向的 就像 微分跟積分有什麼差別 成和除有什麼差別 一樣的 它是讀出來 寫進去 對 這個差別 那 等一下你執行一下 稍微再想一下 那 有問題的話我們再討論 那 讀取跟寫入 對 這個你執行應該就很清楚 OK 好 那我們就先看到這裡 那各位去把剛剛的那些程式都執行過 我們再來看繼續下面的東西